等午节廉价 大家也很关心这个天气好不好 不过受到西南季风带来的降雨 各地都会是有雨的天气 将决针对了全台15个县市 发布了大雨特报 等午廉价天宫不作美 全台滴滴答答下不停 气象局针对全台15县市 发布大雨特报 除了台北 基隆 新竹 彰化 以及离岛外 几乎全台都要严防大雨 那如果在下午之后 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发生的 以后我们也不排除局部区域 会加到豪雨特报的范围 气象局表示 这波雨势主要受到西南气流影响 预计影响最矩时间 落在10号 11号两天 南部低洼地区要严防淹水 各地山区需注意落石摊坊 至于不稳定的天气 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趋缓 下雨的状况在12号之后 应该会稍微趋缓一点 因为台湾附近的水气 看起来会有稍微减少一点的状况 那之后的话 天气还是会一直持续不稳定 至少要到14 15号左右 至于气温部分 受到西南风带来降雨影响 10号 11号属于闷热天气 气温落在30度左右 12号以后降雨趋缓 各地仍有局部降雨 气温会达到3233度 端午连假碰上西南气流角局 各地天气湿搭搭 民众出游可别忘了带把雨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